Hello 大家好 我是來自GORUS Time Piece GTC Board的小剛 我們又見面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進攻的這個影片對不對 要分享的手錶 所以小剛也帶著自己的這個金規 這個SRPC44 進攻的金規 那小剛非常喜歡這款手錶 來跟大家分享這款 今天要講的這款手錶 SPB-155 Alpinist 這個登山者 哇 非常的厲害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感謝一下 馬來西亞吉隆坡這個Mid Valley 這個SECO的Boutique 專櫃 金規的專櫃 借小剛拍攝這支手錶 如果沒有說到的這些規格 小剛會留言在下面 這邊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這款 那想到這個 這一款錶 哇 我玩了之後 真的是戴上手 非常有 因為大家也知道小剛自己也擁有那個 勞力士的那個Explorer 那個看意對不對 那戴手上這支錶 完全的感覺就是 非常適合拿來作為一個正裝 而且非常耐用的那種感覺 而且顏值也非常的高 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非常適合手腕也比較細的朋友 那這一款我非常推薦 那今天要講的這一款是 SPB-155J Made in Japan日本製造的 那其實還有三個顏色啦 有這個煙燻綠 就影片看到這一支 煙燻灰還有煙燻藍 三個面盤不同的顏色 那小剛會選這一款 原因是因為他這一款配鋼鏈的 所以整體我會比較喜歡 尤其是那個面盤的配色 這一種煙燻 而且剛你大家看到 整個面盤的那個顏色 它是用這一種 噴煞處理的 它不是單單只是霧面 不是那種磨煞 它是類似噴煞 非常的有 非常的獨特 戴在手上 那你看小剛現在戴在手上 38mm 小剛的手碗是16.5到16.8cm左右 所以這一支錶 戴小剛的手上 你看到還是非常的有那個男人味 所以如果你手碗細的話 還是也是非常適合可以佩戴 這一款 那這一款你看 它整個面盤 其實 為什麼好像少了一點東西 對 那因為大家也知道嘛 勞力是Rollex的這個Explorer 有Explorer1跟Explorer2 有炭1跟炭2 對嗎 39mm跟42mm的這個勞力是 這個探險家 我們說Explorer 那這個Sekco Alpinist 也有這個 Sek 進攻啦 也有這個Alpinist 這個登山者 那這個登山者 其實它的歷史 故事也是有 也是有這個好久的一段故事 大家可以上網去搜一下 所以自然的 它有這個 我們大概看到了 一般上的這個Alpinist 小剛之前有做過影片的 那個Alpinist 它就是39.5mm 所以這個 它的這個表徑是比較大的 當然它比較大是因為它在 你會看到它少了一個龍頭 就四點鐘那邊 它是有一個龍頭來調這個 表盤裡面 外圈那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怎麼說 這個Compus 對嗎 外面那個來定位那個方向的這個 這個這個表那個圈 那這個 它就少了那個圈了 所以你看它只有三點鐘 有一個龍頭 四點鐘就少了一個龍頭 這邊是小剛 他就把那個尺寸 縮減到去38mm 這個也是我個人覺得 還更加實用 因為那個怎麼說價格 相對它也調低了 蠻多一下的 這個價格也更為慶民 更加容易入手 於是你看著整個面盤 它是用那一種 奶黃色的這個夜光 而且配上這個 舌頭針 那一種教堂的這個舌頭針 但是這個龍頭的部分 它就少了那個 X的那個Logo 我覺得如果它 雕一個Logo的話 會是更加漂亮 於是剛帶那個表扣的部分 剛你有看到 它是非常的簡單耐看 我覺得這樣子就夠了 於是整個那個舌頭針 奶黃色的 這種金黃色的這一種 柯度 這個INDEX 配上這種煙燻率 哇 而且它少了那個Compost 那個指南針的那個圈 哇 整支表就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耐看 而且200米的防水 6R35系列的這個機性 算是比較中高階的 在這個金工的這個 這個款式裡面 你會這個價格當然是 定位是比較中高的 你會看到 所以它是有 備有這個70個小時的這個 這個動力的 這邊也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那當然它這個日期的這個 快調 秒聽的功能 這些通通都有 也是一樣有透背 而且剛小看有說到 也是一樣它有這個200米的防水 這個藍寶石的鏡面這些 主要我個人覺得這支表 那價格調低了之後呢 它雖然沒有了這個Compost 那個指南針的圈 那更為實用更為親民了 這支就是想我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SPB155 我們下期見 我是小康 我們下期見